好 下面一个今天说的都是一些小鸡肉 Pectinus我们的持骨鸡 持骨鸡在这 P-E-C-I-N-E-N-U-S Pectinus 持骨鸡 持骨鸡很少见 很少见 这个单词拼写上也不是太有联想度 所以说我们就把它记一记 有点像我们这个胸腔胸肌的开头 P-E-C-P Pectinus 好 我们这个持骨鸡的起点 很明显在持骨 Public 这持骨倒是比较好记这个位置 像我们这个 持骨呢 就是我们平常说 尤其在佛瑞达有一个超市 非常著名超市 叫Publicist Publicist 这超市 Publicist 我们这是很公共的一个位置 P-U-B-I 这个拼写 这个读印有点像 我们可以把它记一下 羞耻就不让大家看 反而是大家最常去的地方 好 这个是我们的持骨 起于持骨 持骨呢 就是靠近我们持骨联合中间的这一段 骨盆分别由我们的这个 坐骨持骨和后面的这个卡骨来组成 怎么样区分这个坐骨和持骨呢 就是靠近我们的这个持骨联合这个位置 靠近中间这个位置 叫做持骨 靠近我们底下这个尖 骨头尖 摸一摸自己都能摸得到 这个叫坐骨结结 这个地方叫做坐骨 就是这么区分的 指点 insertion 叫least truchander to lean spiel 好 这个指点很特殊了 变成什么地方呢 小转子了 小转子了 大家刚才也发现了 我们这个持骨肌 和我们的这个刚才说的什么 壁孔肌啊 麻辣肌啊 有一个明显的区别 在哪儿啊 持骨肌在我们的身体的前侧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麻辣肌 还有我们这个坐骨这个壁孔肌 都在我们身体的后骨 坐骨这过来 而我们的这个持骨肌在前面 靠持骨和小转子 持骨到小转子 以及提到的这个词 Lin Asper 这是什么地方 这个叫骨骨粗笼 也叫骨骨粗线 大家看啊 在我们的骨骨后面啊 有一个明显的 一个棱状的一个结构 一个棱状的结构 凸起雾 像山脊一样啊 这个就叫做骨骨粗线 就叫做骨骨粗线 在这儿啊 也叫骨骨粗笼 有一些国内的书呢 我们在叫这个骨骨临巡 念起来蛮好听的 就是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骨骨粗线 是很多肌肉的附着点 而这个持骨鸡呢 是在我们的持骨 到小转子和骨骨粗线 之间的这么一个地方 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啊 好 神经 神经 叫做fermoner 我们的骨神经 骨骨的神经 这个比较特殊啊 骨骨神经 Action 动作 Adductor 的 hip 我们的内收髋关节 做内收和flex的 hip 曲髋和内收髋 因为它在我们身体的前面 所以它做曲髋啊 和内收髋这样的一个动作 啊 曲髋和内收髋的一样的一个动作 啊 一个尿急的动作啊 我们找不着厕所了啊 到处找厕所就加着点 就是这个动作啊 所以持骨鸡啊 就是内收 和我们的这个曲 大家如果要是记不清这个持骨鸡做什么动作 就想自己尿急的时候是什么样啊 它就做什么动作啊 好 协同鸡啊 Sanalyst 协同鸡 Adductor Majors 我们的内收大鸡 大内收鸡 因为它做内收 所以和我们的内收鸡都是协同的啊 还有我们的骨薄鸡骨薄鸡啊 Grathless 啊 骨薄鸡 这两个鸡肉呢 都是在我们的身体的内侧啊 内侧 大腿的内侧 在这个位置啊 啊 对抗鸡 Performous Muscle 啊 我们的鸡状鸡 因为它做鸡状鸡在内收和外展当中和鸡状鸡是对抗的 臀大鸡啊 这叫外展啊 外旋 臀大鸡就做外旋的动作啊 外旋 我们的鸡状鸡也是外旋鸡群的 只要和外旋呢 都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对抗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持骨鸡 鸡状鸡 请不吝点赞 谢谢